国镇政府已推荐新基础设施项目以延伸现有的公共交通系统 以为人民创造一个先进、有效及舒适的公共交通系统 捷运一已汇集120万名乘客,每日约有40万名乘客 在繁忙时段,每3.3分钟即有一趟列车 捷运第二路线双溪茅诺、沙登、布城预计将汇集200万人 并预期于2021年第二季投入运作 市中心内的轻快铁网络已提升及延伸 安邦轻快铁延长线 格拉纳载也轻快铁延长线 在不久的未来,轻快铁计划三 万达证、巴生、佐汉、瑟迪亚每日将为40万名乘客服务 于2015年,长达761公里的双轨电动列车路线已落成 此计划不但缩短了通车时间,也提升大马的铁路水平 万达、森美兰、105公里 黑风洞、巴生港口、53公里 万达、宜保、177公里 宜保、巴东雾沙、329公里 森美兰、金马市、97公里 吉隆坡、新加坡高铁、全长350公里 往返吉隆坡与新加坡的路程将缩短至90分钟 2016年12月13日,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签署双边协定 吉隆坡、新加坡高铁预计于2026年12月31日投入运作 巴士服务 综合交通总站位于吉隆坡南湖镇、俄迈和双西茅诺 更新吉隆坡巴士路线网络 巴士路线涵盖范围增加17% 巴士路线从182条增至241条 从起点至终点连贯76条路线 伊马德市 增加发放个人德市执照 提升德市司机的收入高达20% 德市业转型计划TTIP推出11项措施 监督电子招车服务业者 提升德市司机的福利和收入 提升德市司机的素质及行为 国阵履行我们的承诺 以名为本,绩效为先 德市司机的福利和收入高达20% 德市司机的福利和收入高达20% 哥们们继续宁出費